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我们连续已经两天了 这个礼拜已经连续两天跟各位分享说 自从新冠肺炎以来 已经改变了很多全世界很多人的工作的模式 他已经不一定一定要到他的办公室去工作 因为我们都远距上班 所以未来的工作的潮流 就变成哈佛商业评论上一个探讨的主流 那么昨天跟前天我跟各位分享的是说 随处都是我的办公室 就是这是很令人向往的 你可能是领台北的薪水 足科的薪水 或者是大都市的工作机会 但是你可以住在乡下 住在海边 住在山上 你一样可以工作 然后一样可以为大城市里头的大公司服务 所以这个就打破了过去 我们一定要去办公室工作那个形态 那现在这样的趋势是很明显 不过有人觉得这样子 一下子从一个极端 摆到另外一个极端 好像适应调试很困难 比如说你原来五天都是要进办公室去工作 现在变成五天可能都在海边工作 或者都在山上工作 或者是在乡下的三合院工作 这个反差太大了 所以在今年的五月号 也就是2021年的五月号 哈佛商业评论还有另外一篇封面故事 它是谈混合工作 就是住家跟办公室是hybrid混合 也就是说比如说三天在办公室 两天在家里 所以你也不会那么绝对说完全在家 或完全进办公室 就更有一个弹性了 那么这篇文章就大量的引用了一家 日本公司的案例来说明这个住办混合 就是住家跟办公室一半一半的工作形式 是怎么做到的 那么一般想到日本人呢 都会觉得他们是比较保守的 比较不能应变的 但是他这篇文章引用了一家 相当有名的日本公司的例子呢 这样看起来他还真的蛮先进的 那么这一家公司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日本电子制造商 叫护士通是不是很熟 那他生产很多印表机啊 笔记型电脑等等 可能你都有使用到他们家的产品 那么这一篇文章在介绍说 护士通是怎么推动住办混合的新办公模式 那么因为哈佛呢 使用了护士通的案例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 我们也上网去查一下 有吗 这日本企业会这么先进吗 那结果发现还真的是蛮不错的 就是在最近这几天而已 就8月18号呢 富士通才刚刚举办过 亚太区的线上博览会 那他的主题呢 也就是在谈说新冠疫情下 或者是新冠疫情后 企业应该怎么样用全新的工作形态 来适应这个新常态 那么在更早的时候 也就是今年的7月份呢 富士通呢 台湾的富士通还跟Cisco合作 推出许多居家工作的优惠方案 跟线上的讲座 这显然这个富士通这家公司 对未来的工作形态 还真的用心良苦 有非常多的研究 那么根据哈佛商业评论 我说的刚刚说的 这5月号这一篇封面故事 By the way这个封面故事的设计 也蛮创意的 它这个是英文版的封面 我们台湾的繁体中文版 并没有用这个做封面 因为呢 你想想看 它是在5月1号出的 换句话说 在台湾是4月底 我们就要上架 那个时候台湾疫情不严重 我们觉得这个议题 大概台湾人 他的兴趣会比较低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又经过了5月中过后 一直到现在疫情都还算 虽然是稍微减缓一点 那个紧张 但是还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所以我们觉得 台湾人的感受 应该从5月中之后 对这个议题 才会有明显的感受 那这一个封面设计呢 它就是一个用乐高做的设计 那上半身呢 就乐高穿着西装 下半身呢 就穿着睡裤 所以他这个设计呢 也是蛮抢眼的 所以我在这里 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 那么根据这一篇 封面故事的介绍 就是说 富士通的全球人资主管 叫平松浩树 他在2020年的2月 也就是新冠疫情 刚爆发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很前瞻了 真的叫超前部署 他就开始想说 哇 那他管那么多 全球的人力资源 员工那么多 他要怎么想 怎么应用这个新的挑战 那那个时候 那那个时候 连日本政府 连要不要戴口罩 要不要维持社交距离 要距离要多远等等 政策都还不明朗的时候 他其实就为了 富士通规划了 未来的工作的一些新的模式 那那个时候 他就在他的公司 做调查 就是说 这位平松浩树 这位人资长 他就想到了 哇 那未来是不是工作 大家都没有办法 进办公室去工作等等 那那个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调查他们全日本 8万个员工 就是说 你还想不想进公司工作 还是你想要居家工作 如果疫情很严峻的时候 或者是 现在接下来状态 不是很明朗 结果那个时候 第一次做调查 有74%的员工都说 他想要进办公室 因为在家工作 没有效率 但是后来 疫情的发展 越来越严峻 所以导致 从三月多开始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去年三月多开始 从欧美国家 日本 大家都疫情 非常的严重 所以那个时候 也被迫 你想来办公室 也没办法 就是大家都得 大多数都得居家工作 那没有想到 这居家工作 一两个月之后 员工的态度就变了 他们开始喜欢居家工作了 所以他们到2020年的5月 换句话说 三月做过一次调查 七成四想要进办公室 到5月在做的时候 两个月后在做的时候 经过一段时间 是居家工作了以后 被迫居家工作了以后 只剩下15%的人 很想进办公室 那么之前74 现在只剩下15 那可见那个落差是很大 表示说大家在家工作之后 好像就爱上了在家工作 那么再精确的 把他这个调查做分析 就是说你员工选择 就是说只想在家工作 就是完全偏好 只想在家工作的 还有占到三成 那么其中有另外 有5成5的员工 他们认为说 那就一半一半吧 就一半在家 一半在办公室 所以贫松的号数 在2020年的9月 又过几个月 他就接受了 哈佛伤害评论 这一篇作者的访问 他就说 我们的工作 没有办法再回到 以前的模式了 尤其我们想象 日本 比如说你在大都市 像东京很多人 因为东京的物价 跟房价 实在是一般上班组 是负担不起的 所以有的人通勤 都超过两个小时 上班要一小时 回家一小时 或者是超过一个小时 所以如果可以省掉 这个上下班通勤的时间 两到三个小时 其实对很多员工 真的是一个福音 所以对这样的员工来讲 他们就希望 不要每天这么辛苦的通勤 那么对公司来讲 其实也有好处 他等于省掉员工的时间 也可以用这些时间 来把员工做教育训练 他可以培养他的员工 做更好的人才 那么哈佛商业评 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同时任职于一个 叫未来工作同盟的组织 这个组织 长达十年的时间 都在研究全球 超过一百家公司 他们怎么 因应未来的一些趋势 其中一个就包括 工作的上班方式 那他们这个组织 这几年来也看到说 其实有越来越多 欧美的公司 他们都在推动混合工作 也就是一部分在家 一部分在办公室 这样的工作形式 然后的确是对于员工的满意度 跟员工的生产力 是有达到提升的效果 所以他们也呼吁说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未来的工作形式 是很多企业跟很多上班族 是可以考虑的 那么富士通的这个人资长 贫松号数 他后来就发展出一个概念 叫做无疆界办公室 这样的理论 他就是把他的日本的办公室 因为他那么大的公司 全日本就有八万多个员工 刚刚有提到 分散在不同的城市 所以他后来就把办公室 以前可能就是一个办公大楼 大家就是进去里面上班 同样的办公室 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 那他现在就设计三种 不同性质的工作空间 分别是一个叫枢纽区空间 那是可以让团体一起进来 那可以在这边讨论 那他的主要都会分布在 比较交通便利的主要城市 比如说你说东京 那里面就有苏思的开放式空间 配备各种先进的科技设备 那员工只要想来这里 一起集体讨论 集体激发创意 就可以约在这个枢纽区的空间 那么第二种叫卫星区空间 它是比较让小规模的员工 可以互动 刚刚讲那个枢纽区 就是比较团体的 比较多人的 比较开放的 那卫星区空间 比如说我在另外一个办公室 就是你要一对一开会 或少数人开会 少数人聚会聊天 或者是解决员工 情绪上孤单问题的这种空间 就叫卫星区空间 所以它办公室的规划跟设计 也会很不一样 那么第三种就是叫做共享办公室 那这一种的比例是最多 也是推动混合工作 就一半在家 一半在办公室的 主要的就是要靠这个共享办公室 那么现在全日富士通在日本各地 就设有很多的共享办公室 通常的空间也不会很大 那靠近地铁站 或者是火车站 这个就是让员工从他的居住的环境 到这个共享办公室是最方便的 等于他替代的 替代居家 因为有时候在家里效率不太好 或者是家里有小孩吵 或者有长辈吵等等 所以如果说你居家工作 不用不是那么好 然后你到你的大楼 办公大楼区 那核心的枢纽区 又有一点远 或者是那又太大了 你就到你的这个共享办公室来 它更适合一个人工作 然后一个人专心的工作 你就不用花钱去咖啡厅 或者是在家里 就是接受吵闹等等 你就有一个很安静的工作的空间 所以他就富士通就把传统的办公室概念 拆解成不同性质的工作场所 然后让员工依据他的需求去适应 就去 我今天想要去哪一个办公空间 他就去哪一个办公空间 这样听起来好像还蛮好的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公司 我也知道台湾 尤其是外商可能比较明显 台湾的外商 他们都已经在思考 疫情过后 到底未来的工作模式 员工是不是要每天进办公室 还是都不用进办公室 还是一半时间进来 一半时间不进来 办公室的设计以后 是不是要有一些改变 他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跟各位听众分享 以上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分享 那么最后还是提醒各位听众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 请听哈佛管理学的内容 请你现在就订阅这个节目 并且到说明栏 看更多的管理观点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从团队到个人 管理的大小时都是HBR的事 现在就上 triblew.hbrtawan.com 订阅数位版 首月只要60元 让你无限创读所有文章 向国际大师学习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数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数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数位置